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7日 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的城中熱話 首先據報中年好聲音的吳大強在出席活動時 突然之間暈倒後腦著地 有現場片段曝光 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今天有美食市集 雖然中間試過下大雨 又黃雨又紅雨 停了一陣子 但據報最後也開回 但它的售價夜來有很大的批評 好像很貴 和各位了解一下現場的情況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據報在紅雨之下 德國有檔普招牌落在地上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齊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基 事不宜遲先提醒你一隻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71歲的吳大強出活動突然運到 說著後腦著地 一度失去意識 需要送去醫院檢查 報道的內文提到 無線在今天下將軍澳舉行中年好聲音的活動 現場消息指有份出席的71歲吳大強 在活動結束過後 在台上和人拍照聊天期間 突然暈倒並且後腦著地 令到在場人士十分驚慌 有指吳大強倒下的時間 有半邊臉直插台底 他約摸20秒過後才回復異聲 工作人員即時扶他到後台休息 同時叫救護車把他送去醫院檢查 HK01的記者嘗試聯絡吳大強的兒子吳偉豪 暫時未有回應 巨星吳大強在活動進行期間 表現並無異樣 遇上在台上獻唱 在活動尾聲更加和眾人又唱又跳 今次突然暈倒了 可以說是毫無鮮少 吳大強暈倒下跌倒之時 雖然撞向了台底 但幸好台角有膠邊保護 所以估計他的傷勢並不算嚴重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71歲的吳大強現場暈倒的片段曝光 真是突然之間 拍攝一下照片 聊聊天突然暈倒了 未知甚麼事 據報當時後腦穿地 亦撞到台邊 幸好台邊有膠邊封住 估計他在20秒後能夠回復意識 估計傷勢不算太嚴重 不過的確令人擔心突然之間暈倒 是否和他的工作量近日大增有關 未知 最新情況送到醫院檢查 HK01聯絡他的兒子吳偉豪 但暫時未有回應 另外轉到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開心香港的 美食市集被指食物太貴 消息指長租是免費的 亦不用搭棚的費用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在沙田公園舉行的開心香港 美食市集第二場 不少人都常在場內有攤檔 以這個80元出售這個炒米粉的照片 批評食物售價過高 記者今天5月7日到訪美食市集 現場已經找不到那個檔攤 但發現那款輕化炒米粉 就由蒲田精品製作 由於蒲田網上菜單標價是88元 換言之其實現場售價已經便宜了8元 除了炒米粉之外 記者在市集之內 亦都要留意到部分被指售價 頗為昂貴的食物繼續有售 例如茂峰有限公司 以30元出售一份6顆美味咖喱魚蛋 大埔鎮興肉丸 就以20元試食價 出售這個牛骨濃汁肉丸 豬骨濃汁貢丸 和訪龍蝦丸 以及黃金麻吉消價 泰昌餅家就以10元一個 或者50元半打 出售這個王牌蛋撻 而東叔叔雞蛋仔 就以30元出售兩顆雞蛋仔 有市民路過的時間直言 還歸過迪士尼 泰昌餅家的負責人 吳女士向記者解釋 蛋撻的售價會因地區而有所變動 平日市民在屋邨區所見到的售價較便宜 而10元一個蛋撻的售價 就是跟中環或者山頂分店的價格相同 他又說那個單買的定價設計得比較貴 是為了吸引市民以套裝的方式購買 就說除開會見的話 其實是便宜過外面 吳女士又說 沙田市集人流十分理想 即使這兩天天氣較易 亦都有不少人到場 消費力亦較上星期 在灣仔會展舉辦的市集更為高 市民不會只看吳買 他又將開心市集和公展會作比較 指市集的準備時間較為闖絕 不過競爭亦較少 另外開心市集的目的主要是宣傳品牌為主 不過市集裏出售的食物普遍都是教市面 同樣食品為貴 是否涉及成本 但有參加沙田美食市集的參展商透露 政府其實免費提供場地 大會亦都不用收這個搭牌的費用 換言之參展商只需要支付食材成本 和運輸費用、人工等等 有份參與第一場美食市集的香港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就表示 市集只有兩天 安排之上有不少額外成本 估計有參展商需要提高售價以離譜 他亦都坦然 因為美食市集可以吸引大批市民刀場 相信參展商是有意想值錢賺更多的錢 王家和就說 美食市集開始之前 參展商有很多事先安排需要處理 包括將產品、食材、用具等等送到現場 在市集進行期間又要補貨呢? 原廠過後又要將所有用品送回公司等等 這些都涉及成本 由於市集只有兩天 相關成本會較參與時間較長的市集為高 不少客人批評食物的售價高 但亦都有市民繼續到場幫襯 鳳伯就在今天帶上孫子 就在屯門到沙田的開心市集 被問到有哪些食品較昂貴的時間 鳳伯就直言 全部都貴根本是哄人去玩去吃 最後在孫女要求之下 買了兩顆雞蛋仔給她 就說差不多四十元才得兩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究竟開心市集有沒有賺品呢? 據報場內的食品很貴 更貴過外面 昨天就有八十元一份炒米粉 今天就沒有了 不見了 記者找不到 雞蛋仔就三十元兩顆 市民路過的時間 更貴過迪士尼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講講大家的意見 另外轉體另一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紅雨之下北角檔譜招牌跌下來 直插行人路 警員派完處理 報導的內文看到 本港今天天氣惡劣 錄得多宗嵩樹和高空墮物的個案 下午2點20分 正直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仍然生效期間 警方接獲報案 只不過書局街3號 一間檔譜招牌突然間跌下來 於是派完到場 發現一個1.5米乘0.5米的招牌跌下來 沒有圖人受傷 裂作高空墮物處理 根據網上照片 現場可見 當時雨勢仍然頗大 露面濕滑 不少市民出街的時間 仍然要擔著把傘擋雨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整個檔譜招牌跌下來直插行人路 幸好沒有摘到人 下午的時間又黃雨又紅雨 難免有一些塔樹高空墮物的情況發生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50歲的男子在火炭公下燒炭死亡 妻子揭發可惜太遲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上午11點多 警方接獲一名女子報警 只懷疑她的50歲聖層的丈夫 在火炭爭貝灣街14號一個公下貨倉燒炭 警方和消防員接報到場 證實事主倒餓在貨倉之內 旁邊有一盤燒過的炭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警方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確定 案件列作屍體發現處理 據了解事主昨晚沒有回家 她的太太於是到工作地點去找找她 可惜到場的時間 就發現她在單位中燒炭自殺 初步相信事件和工作問題有關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近期的自殺案件特別之多 奉勸各位網友幫幫手 留意一下身邊的朋友 尤其像這個個案 她的太太一定相當之傷心 據報和工作問題有關 未知和財政有無關係 我是Kwon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